3.75 Enter 切出来之后的话呢 就把这一边 把它修剪掉 其实这里的话 我们先把这条线 这条线应该是已经不需要了 已经知道中心点 所以这条线不用了 把它修剪 空白键 OK 那再来还需要这一边 那这一边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切边 两个切边加一个半径 半径的话多少呢 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尺寸是55 所以看得出来 应该看得出来吧 切这个 外面这个大圆 再切里面的这个 半径65这一个 然后在55 那一样利用切切半 绘制 圆 切切半 切这个 特别是要切的时候你不要乱切 因为一个圆 有分成 四个部分 我们会经过哪一个部分你要先选对啊 你不能跑到这边来不然切切到另外一边去啊 切切这个 然后再切里面这个 切切 应该切下面这里 半径的话呢55 Enter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要把我要的部分留下来 那特别之后你如果用修剪空白键要delete很久 所以我教各位前面有讲过 我要留的是从这边 到这个圆 会有 有没有 起点 终点 然后你用修剪 再把外面这边把它点一下 这样会比较快 他就留下的就是这个线段 OK 那其他部分的话呢 我们再用 其他再把它修剪掉 环形正列 就完成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部分 比如说 去掉这个部分 这个外面这个圆就不需要了 然后呢 把不需要的线段修剪 空白键一下 这个部分不用 这个部分不用 然后留这个部分 然后再用什么 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选这个地方 因为我要旋转的是这些嘛 里面的不要 所以把这一个部分旋转 这个部分旋转 然后按空白键一下 中心点的话呢 选这里 然后呢 再几个 三个 360 Enter 最后再Enter一下 那会多出这个线段 修 把这个修剪掉 修剪掉 OK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OK把画面的还给各位 试试看 这一题主要比较会有问题的 就是那个 切切 切切拌那个部分 这一题主要比较会有问题的 这一题主要比较会有问题的 这一题主要比较会有问题的